早就走向全世界的 还有大陆腾讯公司 深圳总部正式启用 那么造价折合台币是85亿 可以同时容纳1.2万人办公 这栋造型独特的大楼 充满了科技跟幸福元素 号称让人上班之后 就不想回家 里面有随时可以调整 高度的办公桌椅 你久坐之后 可以选择站着办公 或者累了还可以直接躺下 员工运动中心 三层楼高的攀岩壁 看起来挺吓人的 一切是比照专业来打造 那么目前腾讯的市值 3900亿美元 已经超过了Intel 仅次于Google 亚马逊跟eBay 这是全球第四大 网际网络公司 什么样的办公室 让员工工作到不想回家 在美国有造型 如飞碟一般的苹果总部 在大陆深圳 有腾讯总部可以媲美 从外观看 腾讯总部向两个机器人 拥抱在一起 两栋大楼之间 有三道巨大的联体空间设计 腾讯总部大楼 有美国团队设计 互联互通的空间感 代表网路科技精神 大楼内的斜刚柱 则发挥抗震抗强风的功能 一个支撑单元 由一个斜向的钢力柱组成 这种钢力柱 是一种新型的耗能材料 它们在两座塔楼的内侧 呈锯齿状排列 整体上又形成一个 巨型的弹簧 起到了缓解外力的作用 大楼内充满高科技元素 员工不必打卡 而是刷脸进入 办公桌可以调整高度 也可以升高桌子 供员工站着办公 以免久坐 每一张椅子都符合人体工学 累了可以直接躺倒 或者去休闲区的太空椅放松 而最令人羡慕的是 大量的运动设施 还有篮球场 羽毛球场 乒乓球室 撞球房 游泳池和健身房 有人说这样的办公室 让人来了就不想回家 不过有时恐怕是身不由己 看看这些躺椅就知道 熬夜加班 拼未来 似乎是家常便饭